我们在台海周边组织的军事反制行动 针对的就是台独分立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天经地义 无可止灾 改变现状的帽子扣到我们的头上 美方以台自华 台独斜扬自重 才是改变现状 加剧紧张 破坏稳定 我再次重申 第一 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 符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在内的国际法 南海中产案所谓裁决是非法的 无效的 中方不接受 不承认 中方不接受了 中范姝当词 中方不接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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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中方不接受了 中方不接受里面 中方不接受了